美国海军9月29日发布声明表示 联军第三代核动力航空母舰福特级首舰福特号 以向往大西洋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多项联合演习 这将是该舰的首次部署行动 该航母打击群将与来自法国、德国和月典等国的舰体 在大西洋进行各种演习 包括反潜战 由15名美国参议员组成的两档小组 正寻求建立一个委员会负责制定对华的大战略 全面应对中共带来的经济、安全和外交挑战 目前已获得五角大楼多位高级领导人的支持 该两档小组打算将该法案作为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修正案 尼加拉瓜政府今天指控荷兰采取干涉主义 因此与荷兰断交 今年稍早 尼加拉瓜总统奥迪加 得知荷兰不在第一所医院的新建工程出资而抨击荷兰 也表示 美国新任命的大使罗德里格斯 持干预态度 不会准许他入境 日本传奇格斗巨星安东尼奥珠穆 一日因病在家中过世 享受79岁 本名珠穆宽聚的他 是日本史上第一位当选国会议员的职业摔角手 他顺前除了是摔角界传奇外 在政坛也创下许多记录 曾不不反对被到伊拉克与海山的长子见面 成功营救36名日本人质 新唐亚太电史 总理报道